杨先生 来 坐这 坐这 来 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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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叫旋 叫旋 老板好 林总 我公司五周年庆典邀请的名单 重点客户和供应商 当今确认有八十五人出席 那个海上牧场的谢董 他答应了吗 这几天一直在联系他 可他秘书总说 出国还没回来呢 那就继续联系 直到谢董答应为止 一定要和他给请来 这关系到我们将来的前途 好 我尽量想办法 对了 还有个事跟您汇报一下 大伙为了五周年店庆 大干了一百天 这促销胜入只平时的五倍 真的 来 大家过来 大家过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刚才我听说 咱们店这几个月的业绩 是平常的五倍 你们都够厉害的 我现在临时决定 等咱们年庆结束之后 我请大家一块儿 去巴黎岛度假一个礼拜 怎么样 好 好 好 太好了 好 另外决定加发三个月的工资 下班后大伙都去服装店 再送每人两套西服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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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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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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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们忙 你们忙吧 大家忙一下啊 大家忙 大家忙 凯妹 康威哥 你怎么来了 也不打个电话 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我可不敢麻烦你这个大忙人 我今天来呢是求你办事的 找我办事 走 里边收去 出来 出来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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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让我全去了 我们退回去了 神经病 我得尽快知道我爸的病情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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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人来了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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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蔡大少爷吗 对对对 他就是蔡大少爷 来来来 问他要钱 各位 各位 你们别胡来 我刚从国外读书回来 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啊 你一定欠我们钱 好好好 好 先让我进去了解了情况之后 我再来和你们讲 你要是来上海玩来看我 那我欢迎 你要是来帮我爸卖海鲜 那我不能答应 实话跟你说 这件事我不是冲你的 既然是林大支书的主意 那好 你就把这车海鲜 给他送回去 岳飞我给你出还不行吗 康威哥 都八年了 你怎么还生你爸的气啊 再说了 永福叔让我运来这车海鲜 也是为村里解围 你知道吗 村委会还欠着三百多万的债务呢 你别替我爸说情了 他是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把一个村子搞成那样 如今欠钱那么多债 还不是他领导有方 康威哥 话可不能这么说 海妹 这事绝对不能帮忙 我不想跟我爸打交道 请务必谅解 护士小姐 请问八号病房怎么走啊 前面那间 谢谢 明镇 你怎么来的这么慢呢 路上塞车我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 这老东西 他是你父亲 又不是我什么人 妈说这种话干吗了 快去看看他吧 老东西 种地种地 把自己给埋进去了吧 散用农场 送给你 算是彻底完了 电视场都说了 有的股民破产以后 全家人吃了安眠药 有的还跳楼自杀呢 你还算好 刚好儿子学成回来 要不 没人给你送中啊 妈 你少说两句 我爸现在心里够难受的 别刺激了 少爷不好了 外头来了好多药账的 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阿德他们了 快去把门口 少着别人他们闯进来 我知道了 老东西 我可跟你说清楚啊 你自己欠的账自己还 别害我儿子 妈 你看你 爸 老东西 怎么了 快 快叫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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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我这儿 一 二 三 杰克 好嘞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告别昨日的舒海 那床头的红竹 是考前的梦魇 手中的舒啊 在微风中 荡漾 脱离舒海 飞向自由了 自由伴伴 雨昕 你说咱们今天毕业 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那这个是当然的了 让雨昕请客 凭什么我请客 据我所知 你的留校审核 已经通过了 作为我们中第一个 找到工作的人 不是你请谁请啊 没错 行啊 我请没问题 你们想吃什么 要不然咱们买点海鲜 去烧烤怎么样 我没意见 可是海鲜 得劳烦你们俩去买了 我呢一会儿要去福利院 教孩子们画画 没问题 没问题 包在我们俩身上 行 回头见啊 好 拜拜 拜拜 他出来了 菜头少爷 德叔 你别急啊 这边说我 这次怎么办嘛 我爸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你父亲 总共欠我们这些債主 一亿两千三百万 他要是双腿一蹬 让我们找谁去 谁想赖账 门都没有啊 谁想赖账了 你们讲不讲道理 三有农庄出现的股票跳水 不是我爸经营不善 而是市场发生了严重萎缩 你们都凭良心说说 这些年我爸亏待你们了吗 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相互体谅一下 你爸不能躺在病床上 一声不吭 总得给我们个说法吧 对啊 给个说法 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好了 我们蔡家欠你们的钱 我们没打算赖 只是我爸现在重病在身 你们好歹也等他病好一些 再说吧 你们实在不放心的话 这个债我来还 有种 负债自还 天经地义 我说德哥 他拿什么来还 还有个表哥谢家雄 在大陆赚了很多钱 明镇 你胡闹什么 这老东西是自作自受 你赶紧给我回去 不许你搅这堂浑水 妈 不就还债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人要是还不上债 这生不如死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他是我爸 我能不管他吗 你拿什么还 你用什么还 妈 你别管了 别管了啊 阿德 妈 谁欠你钱你找谁要去 蔡静言的老东西 跟我们男俩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缠住我儿子 要不然我今天就跟你拼命 我要的是钱 我不要你的命 刚才你儿子答应还债 去去去滚一边去 只要你们不再来骚扰我的父母 要怎么还随便你们 那好 咱们签个协议 明镇 这协议不能签啊 妈 你不要管了 明镇 听说姑父还在医院里治疗 怎么样 稳定一些了 我在离开高雄之前 本来想把老爸接回家的 考虑到那些讨债的 可能会来闹 干脆让他在医院 再待上一阵子啊 也好 我和你表哥都挺担心的 蓝家没事就好 我表哥他在家吗 不在 他去日本了 这几天我陪你兜兜风 算是熟悉一下环境 谢谢你啊 但是我更想知道 表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这次来有很急的事吗 倒也没什么重要的 只是听很多人说 大陆的经济发展得特别快 表哥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所以我想跟表哥好好学一学啊 那好啊 你就在家里住吧 等你表哥回来 嗯 开饭啦 我把这个打 哎 哎 我们撞到野样子了 哎 哎 哎 撞到好吃的 那当然了 这些都是新进的海鲜 包你们吃个够 真是太舒服了 在卢尾档里喝着啤酒吃着烧烤 真是像做梦一样 你还来警告了 对了 雨昕是咱们班的大才女 让她给我们寄下来首诗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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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才女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唱首歌好吗 哎 我提议 咱们来首小歌怎么样 哎呀 哎呀 都唱了三个年了 有点心意呗 行啊 有心意你们想 唱什么呀 雨昕你说唱什么 唱 干杯吧朋友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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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 明智 表嫂 有事吗 三三海 你表哥刚打电话回来说 他一时回不来 怎么见他比见皇上还难啊 把这破车都修好了 还不见他人影 哎呀 他的确很忙 日本的事刚忙完 现在又转机去了新加坡 哎 明天上海有个客户搞庆典活动 你们有兴趣替你表哥参加一下 哎 我又不懂他们业务上的事 我看还是你去吧 出新门 这种活动不就是应付一下吗 你反正没有去过上海 不如 去那里玩玩看看 嗯 也好 我就当时去吃顿免费大餐 谢谢 恭喜啊 谢谢 您是 我姓蔡 是谢先生的代表 他现在人在新加坡不能前来 所以让我带给他出席 啊 蔡先生欢迎 林先生是吧 对 里面请 请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新朋友 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康辉海鲜批发店 有今天小小的成绩 实在是离不开 在座各位的大的支持 我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继续与大家精诚合作 再创辉煌 来 各位 我先敬大家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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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嗯 出事了 一匹来人了 只没有找我 你就是林康辉 是我 各位领导有什么指示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从你们康辉海鲜店 买了变质海鲜 已经中毒送进医院抢救 希望你能够尽快地协助我们调查 变质海鲜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从来都是把信誉 放在第一位的 你看 人家已经把你们店的 专用塑料袋都拍下来了 中毒情况已经发生 你们店 必须马上停止销售 之前卖出去的海鲜 必须立即追回 剩下的海鲜 不许再往外处理 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 本公司正在举行五周年庆 等这儿的宴会一结束 我保证积极配合你们 必须马上处理 你们怎么不信 我林康辉做了 整整五年的海鲜生意 一直都是把信誉 放在第一位的 而且我们进的产品 是海商牧场的 他们的货会有问题吗 我们的每一批货 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林先生 你自己惹出的问题 凭什么扯上我们海商牧场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海商牧场 是最讲信誉的台商企业 你这样做 是在损毁我们的名誉 蔡先生 我觉得你有点误会 你们海商牧场 是知名企业 我这么说 也是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 为了保障你们的清白 就把我们扯进来 你这样做对吗 这么多人呢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可理喻 我们进的货 就是你们海商牧场的 不信你可以去查吗 你再说 你再乱说 我告你诽谤啊 你 把这几下 太子的化验 其他的全部封上 好 领导 领导 我希望你们能 尽快出检验结果 否则我这儿的生意 没法做了 李康辉 你有没有搞错 作为精英单位 接受有关部门检查 那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不是 直到如今 你还抱有幻想啊 走吧 你you 杀你 说你全部两个人说的 想到什么 我帮你 我帮你 哥 我帮你 你 你 我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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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我就坐在上面凉快一下 又碍着你哪啊 我怎么知道你坐在那里 只是凉快凉快 我以为你遇到那些事情 你想不开嘛 好心救你还把自己搞成这样 谢了啊 算我倒霉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我给你背一遍 你说对待明镇表弟创业问题 我们俩必须保持立场一致 我逗你了 不要明镇听到 明镇 来 你这家伙 怎么突然 从大陆来了 怎么样不欢迎我 当然欢迎 我身不由己 老出差 听说你在福建 我这不赶回来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 前几天帮你去上海 参加个什么活动 我差一点搭上小命 算是我帮你挡了一难吗 我都听说了 我没那么邪乎 那个叫林康辉的 做事还算踏实 怎么闯出这么大的祸来呢 别说了 本来打算吃个免费大餐 结果连虾皮都没吃到 作为补偿 中午请你吃 海上牧场的大黄鱼 好啊 让你这个刘洋博士 体验一下什么叫原生态 我听说你这大黄鱼 卖得不错 是啊 这批鱼刚满三斤 就被大酒店订走了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对了 明镇 我很想知道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做事 我妈给你打电话了吧 走 咱们边喝茶边聊 看你是不是有兴趣 我最想知道 表哥打算给我安排个 什么职位 你可以到我的海上牧场 锻炼一下 如果乐意的话 明天就可以上班 海上牧场 你让我做渔夫啊 你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这地方缺一万个渔夫 也轮不到我吧 在我这里 所有的员工 都要从基层做起 你别不信 就是我 也是从渔夫 一点一点做过来的 你以为一来 就能当董事长 不是啦 其实干什么我不在乎 主要是看你一个月 给多少薪薪 大陆的员工 一个月两千块钱 如果你干一个月 我给你五千块钱 另外你上班前 尽管住在我家 等你正式上班了 要搬到员工宿舍 吃工作餐 一个月才五千块 还要跟你的员工 同吃同住啊 当然了 所有的员工 都是一样的 我看拉倒吧 你这个地方不适合我 麻烦派人送我回岸上去 明镇 我饭都准备好了 吃了再走啊 不吃老吃不下 不过你那辆破车 暂时借我用一下 好吧 明镇 那些债啊 让老东西自己还去 妈 大陆这边发展得很快 我想在这边待一阵子 看有什么商机嘛 既然你注意已定了 那妈告诉你啊 二十多年前啊 你爸在陆江郊区 投资了四五百万 这笔钱没收回来 如今也该变成一个天文数字了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太好了 有了这个金矿 搞不好爸签的债就有着落了 明镇 你给我记住啊 这是妈送给你的创业基金 跟那老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好好好 妈我知道了 妈我在开车 不跟你说了 一个偶然的事件 把我大半个身家都发霉了 海鲜批发电也被吊销了执照 我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而这一切 都根源于我的父亲 我的故乡 还没 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小木叔住在这儿了 上海那个小时候打电话来说 康卫哥的海鲜店住这儿了 这都怪我 都怪我 不不不不 别哭 不哭啊 你慢慢说 刚才我去上海的时候 康卫哥对咱那只海鲜不肯收 是我找了他们那儿的小张才给收了 没想到 那只海鲜让人吃中毒了 康卫哥要是知道 这是沈阿彪供的货 那麻烦不就大了吗 你说他俩 这是 冤家路窄啊 还记得八年前吗 康卫呀 差点把阿彪给弄成残废了 那是沈阿彪欺负我 康卫哥才出面保护我的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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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 他才会有好 我教训教训你 小心点 向海鲜道歉 给我照顾 杜吴叔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都在呢 回来了 我正好抓了一只鸡 一会儿让海鲜给你做那个 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鸡 慢着 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你说 你说 海鲜 那一车海鲜到底怎么回事 海 海 海鲜 海鲜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几十个人食物中毒算不算事 我辛辛苦苦在上海打拼了八年 心血全白费了算不算事 我被罚了那么多钱 店都让人疯了算不算事 我 会不会弄错了呀 我都听糊涂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算我一时马虎 我就是想为村里还债啊 爸 你不逼死我 你难受什么 我还没说 怎么问我 你不能说 你没说 你不能说 我就啥 我没有问你 你有没有 交付你 你不能说 我都不知道 你不会说 我找你 怎么疯了 你碰到什么 我我感觉 你不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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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你不学我 我 我 不学我 你不学我 我真的要劳病了 爹 爹 山下 好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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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一共是三百五十块钱 康慧回来了 康慧兄弟 你怎么来了 这样这样 晚上我请你吃饭 给你清清风 请我吃饭 过去的事情 咱们就让它过去吧 说真的 这次我还得好好感谢你啊 过去的事情可以过去 但今天的事情就过不去 你你你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干吗 我问你 那车海鲜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了怎么了 不就是一车海鲜 你说你至于吗你 至于吗 你弄车堵海鲜害我倾家荡产 这是人干的吗 什么什么堵海鲜 我我知道 当年你们父子反目成仇 跟我有一定的关系 可可你看 你看我这脚 你不赢了 你也一辈子落下病根了吗 今天我就把你这病根 彻底除了 别别别别别 我认识 我承认我那尺海鲜 是有点问题啊 但但肯定没有变质的 再说了 我怎么知道你变质的海鲜 是不是从我这弄的 搞不好你害我呢 是不是 你来人啊 来人啊 来人啊 你别动手啊 你来人啊 救我 你这样干嘛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动 杨卫哥 扶死我 救我 杨卫哥 杨卫哥 住手 你还快走啊你 快跑 别跑 小小小事 小小事 你别跑 别跑啊 听见我 请我 你没有把呀 又闯祸来 哎呦 哎呀 那我说走吧 你这这 哎呦 你这你天天的呀 这几条路哪条去林所存呢 哎小姐小姐等一下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迷路了 请问一下林所存该怎么走 我也是要回林所的 不如你跟我一块走吧 你可以带我去吗 我车子就在那边 我坐你车啊 麻烦你了 哦 凯威哥 凯威哥 孩子 听我段回家啊 你这孩子 走 跟我回家 这家我再也不回了 不是 你咋这样啊你 岳父叔你别急 我去劝引他啊 不是 快过去 咱们认识一下 我叫蔡明镇 是从台湾来的 我叫林杰 我这个人哪就是命好 正愁着该走哪条路呢 就有美女来帮忙了 美女不敢的 你来林所要干什么 我是来找投资收益的 找投资收益 对啊 你们村最大的官 是不是村主任 对啊 不过 我们村可没有人来 透过什么资 你想找什么收益啊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藏宝图 藏宝图 我怎么没听过有藏宝图啊 你是外勤来的吧 是真的 我没有糊弄你啊 考虑哥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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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后边那个是我哥 哦 哥 哥 哥 小杰 你怎么回来了 爸给我打电话 说你回家了 我能不来看你啊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他说他要回上海 刚回来怎么就要走呢 上海那边有什么狠急的事情吗 怎么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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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认识啊 哥 我妹妹怎么会在你车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打她的主意 我跟你没完 你误会了 我来你们村是来办事情的 办事 办什么事 我找你们村主任 要谈一个投资收益 笑话 我们村二十年了也没人投资 你骗谁啊 不是 二十多年前 有个姓蔡的台湾人 来你这儿投资过一笔钱的 考虑哥 好像有这么回事 二十多年前 有个姓蔡的台湾人 在咱们村里投资 我知道 我听我爸说过 不就是蔡庆妍那桩的事吗 对了 你知道啊 你不是也姓蔡吗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我 我是他代理人 我就是专门来这边看一看 你投资现在怎么样了 带领人 带领人 这么说你来是好事啊 行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回 走 我给你带路 让你去看看明白 谢谢 走 好 谢谢 早点回来 天哪儿 雨昕 你总算醒过来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在重置监护室 整整躺了七天 这下好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看到了吧 你说的投资就是在那一带 包括周边的荒地 还有海边那片滩图 不是说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吗 怎么你们这儿还是这个样子 那能怪谁啊 还不是怪你那蔡老板 当初他来的时候就说 村里种橘子和柚子不合适 非得要换台湾高档水果 还要搞什么海水养植 你看看 大伙刚拉开架势干起来 他人却突然消失了 可是蔡先生投了好几百万在这边 都打水漂了 那还用说 他弄了那么个半拉子活放着 村里又没人懂技术 除了池塘能养点鱼虾 地都这么慌着就是他干的好事 蔡先生倒是没跟我说过这些状况 林错村啊 成了有名的贫困村 和这个蔡达骗子不无关系 他不是骗子 他是台湾著名的农业专家 人再著名 留下的也是骂名 真没想到会是这个状况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你是他的代理人 没什么说的 什么叫冤有头战有主 你就踏踏实实跟我去村委会 把旧账理掉 算一算究竟是谁欠谁 你疯了 我两手空空 还让我去跟人家算这个账 你落井下石啊 妹啊 你没告诉我 对方说是来调查那个同 同资收益的 不说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爸 你就别去掺和了 弄不好要把我哥哥逼走了 走我回家去 你知道什么呀 康辉啊歪打正着 没准还帮了我一个大忙 赶紧走 别让那煮熟的鸭子再飞了 看见那边有人追过来了吧 走在前面的那个老头 就是林错的村委会主任 看他那副样子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是来找你算这笔旧账的 啊 这 他们怎么想把我扣起来吗 那可说不准 你要是被那个老头抓住 少不了管你要赔偿金 不 不会吧 我来谈这个投资收益合理合法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厉害关系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喂 喂 喂 人呐 什么人啊 从台湾来那个姓蔡的 不是说来调查当初那个 投资收益的吗 这儿有收益吗 这这这这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就算了 这 这是儿子跟老子说话吗 爸 你就少说几句 我可好不如回来一趟 哥 哥 咱们回家 回什么家 好 你小子有种 记住 爸 有骨气你别回来 林康辉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 再次以残忍的手段 加害村干部 使我阿彪差点变成残废 他胆敢以身是法 就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个 当村之叔的父亲 人家说你是自己摔倒的 并没有说再次吧 我说我受伤 谁敢说不是事实 是 不是 你看 李永峰不是对他儿子挺严的吗 你怎么把他也扯上了 我看出来了 你个死臭头 你的立场大有问题 好好好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写 不过 这次的救济款已发下来 你可得帮我争取啊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争取吗 谢谢 谢谢 你对我的关照 我打心眼里感激不信 那你就好好写 拿出点水瓶来 让那小子长点记性 别再回林错村来惹我 对不起 您拨打个电话 带你带你带你 这个林康辉到底怎么搞的 他给我留了个电话 又不接 骗子 我跟你说啊 这个家伙 一定是一个极不讲信誉的人 他肯定知道你小命保住了 就想脚底抹油一走了事 算了算了 别提他了 陈他没遇到过这号人 雨昕 我今天就要回台湾了 咱俩就此告别吧 但是呢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争取早日康复 行 我们两个是那么要好的闺蜜 你这么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我可比你乐观得多了 放心吧 一旦找到工作 我第一个告诉你 你好 我要开一间房 先生您要住多久 先帮我登记十天吧 好的 那您是刷卡 还是付现金呢 刷卡 先生 这张卡刷不出来 我弄错了 应该是 应该是这张 好的 不好意思啊 先生 这张卡上的钱也不够 怎么回事 那我就先打电话去银行查一查 再过来 好 没关系 先生您慢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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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房间吗 有啊 你要什么样的房间 标间就可以了 谢谢 行 请出席下证件 给 还是台湾同胞 还是台湾同胞啊 欢迎欢迎 蔡先生 你太有眼光了 选择住我这公立室酒店 真是物美价廉 对了 你们这儿的房费怎么算的 每天一百五十块 我大概要住上一两个月 价格能算我便宜一些吗 那当然了 我给你个全程最低价 如果你住上一个月以上 我每天算你一百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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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登记一下 给 好 姐夫啊 现在往大学安排人困难 把一个人挤出去还不容易 你就放一百的心吧 程雨昕肯定留不了孝 那下丫头什么来路啊 是不是她老子跟你有仇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谁敢跟我姐夫过过去 我马上让她在上海消失 给您钱 好 慢走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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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病好了 人出院了肯定就是痊愈了 对了 这住院费一共多少钱啊 这个很抱歉 医院不对外提供住院费的查询 毕竟是什么 她是否现在把人家带来 你找到她吗 你只是问自己人家带来 你还能带来 你不要却 我才能带来 这人家带来 你去哪个人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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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的照顾呢 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尽管说 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住院这段时间 本来你留校的事 已经板上钉钉了 谁知道上面压下个名额 要让一个海归来顶替你 这 这学校怎么能招令西改 这是已经钉下来的事啊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 我找工作的最好时机 都过去了 要不然 我陪你去找找领导 看看有没有希望 算了 谢谢你 德叔 林老板 刚先生 请坐 林老板 小张都跟我说过了 我把海鲜店接过来做 倒是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个价格上 还是有点偏高啊 叔 林老板确实没多要钱 他都按成本价 给你打八折了 这样吧 林老板 在现有的价格上 再给我打个八折 我们马上成交 叔 没什么事 林老板 怎么样啊 那好 就这么定了 真的 对 看在小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给你这个面子 亏本多少 我认了 不过 我有个附加条件 如果海鲜批发店那些老员工 有愿意留下干这行的 希望你不要辞退他们 好 一言为定 好